我建議你給他不要叫滴滴 這個 他這個名稱叫GDD01 那理論上如果說每一題都叫GDD01的話 第一類有10題 那會有10個會有衝突啦 我建議你們名稱給他取 假設你在練習的時候呢 你就取這個 他的題號 這邊的話呢 給他版本 那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最近大家有講過 簡單再複習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在系列底下這個路徑 那將來考試的時候路徑也是一樣 將來在ans.csf這路徑呢 會有三個檔案 三個資料夾 GDD01一直到GDD03 那你們考試流程第一步呢 一樣就是做這個動作 按完成 就會匯入你的專案檔 你的專案檔 那這專案檔裡面的話呢 他預設 這邊我們一樣可以找到這個檔 找到這個檔 然後我想你們先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呢 到底要撰寫的部分呢 這三個部分呢 要該怎麼做 你會發現我開起來有沒有 實際上呢 上面部分程式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就 暫時先不用管它 那再來的話就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三個東西 等一下再來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現在才能進去 那一個 中一個 要政治